以下来,你会看到昨晚黑恐怖在线最精华、最精彩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想看完昨晚全集的节目 这个Q-A-Code,上回我们的网站 使用我们的付费会员说话,当然可以看完全集了 好了,那02部份就真的Semi比较多,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我整个家族都是做玄学这一样东西 我外公的外公,他就是道士来的 正一派道家,我画符那些,我外公是做八字的 算命,我妈妈也会这些,例如我平时眼跳,妈妈又没事,妈妈又会没事 我自己就是西方占星学的,包括我自己也有其他产品 你这么多东西? 例如我的符,因为我本身身体有点灵性,我比较容易碰到这些东西 我一般身上都会带这些东西,可能去防身或增进财温或事业运的东西 一直都在做这些东西 你本身已经做了几年,其实你已经是师傅级了吗? 没有,我正在学习当中 为什么又有兴趣唱歌和跳舞呢? 因为我本身一直都有唱歌,中学开始一直都在唱歌 唱歌和跳舞应该是我的爱好 这个就是职业 对,这个是我的信仰和职业 因为我觉得 什么意思是赚钱? 我觉得我的命盘 我觉得我的命盘一定要做这件事 真的? 是的,因为我的命盘里面有很多宫位是跟这个相关 所以刚好,因缘制会了,就做了一个女团 其他两位成员各自有其他担当 没错,没错 是主舞,还有一个是偏综合类的 就是它所有东西都是中上的 打综合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团是很平均 如果刚才那首歌,大家觉得想看完的话 立刻可以上YouTube搜索 歌是什么? 叫做 《非正同私立学员》 突然有些好像20年前twins的那种感觉 你们是否特意想做这些东西? 那就要问一下林寶,或者Eric 因为其实是他们为我们量身而做的 这首歌 我相信是 因为他跟我说是有三个阶段 即是现在是第一首,其实还有第二首 现在你会听到很热血 但第二首是更热血更摇滚的 到第三首的时候,就会打开这个序幕 他卖关子,就还没跟我们说 我们只能又卖关子,没有办法跟你说 好啊,希望大家浏览多些的时候就尽快出门 好了,正式入育了 谁先说 你想呢?你先说吧 好的,我的时候就是 有一个鬼故事就是防空洞 澳门的防空洞 澳门的防空洞去过 因为你也去过吧? 去过 是的,我那时候去的是十几岁 幸好我是日头去 其实它有很多个洞 有一些是直接打开门就脚走进去 但一种是爬进去 而我当时小时候是玩爬进去的 爬进去的时候是日头 但其实你会看到那些 就是那个道 那个边边的场边 其实是黏着那些蜗牛 是的,那些其实我是看着它 我一路爬它,就跟着一起爬 然后呢,走进去之后 你可以直脚碰地 那就是你会看到 那些场全部都是一些桃鸭 就是那些人弄得很 然后里面很骯髒 还有有时候你如果晚上会更加害怕 因为会听到刮刮刮刮 那些牛蛙 是的,会在那 但其实你走进去的时候 我那时候一开始小时候不知道 我以为那个位置是乱葬岗 但原来不是 因为以前在1931年的时候 其实葡萄牙是驻守在那里 那里是拿来做军事基地 是放一些炸药等等的东西 然后到了1962年去撤离之后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 慢慢大家可以去参观的地方 其实它拿了一部分 但有一部分是没有打开过的 那里面原来有一些一个个洞位 一格格一格格 全部呢 其实就是拿去放炸药 但有些人呢 晚上去走过的时候 就会看到 会有三个穿红色的 就会坐在里面 红色的什么 穿红衣 红衣女人 是的,这样 但我因为是中午去 我没有遇过 但当时其实我会感觉到 里面的空气 或者环境是很差的 然后呢 亦都很夸张 你走一走一走 就会看到个衣服 哦,我知道为什么了 那些人上去打野战 是的,没错 然后呢 然后呢 再走一走一走的时候 你就开始看到气肉 就是那条楼梯 真的有人打野战吗? 气肉 气肉就是看到那条楼梯 那条99级的楼梯 如果你向下走 你不可以一路数住 一路走下去 因为呢 如果不然就会有人拍你肩膀 然后你就会笑死 这个传闻是这样 是的,这个传闻是这样 但是呢 你没有数 我没有啊,当然没有 我连走都没有走下去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 而且你不知道走下去是哪里 但是我有朋友走下去 他的做法就是 他走下去不敢数出来 没有数,但他还要晚上去 然后下去就没事了 他选走上去来数 因为他的故事是下去 不是上去 但是走上去来数的时候 是没有99级 只有89级 嗯 那是不是真的有99级 所以不知道 我想有人会 有人有走 但是他有没有真的这样数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问号 但是当时还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 我想澳门人有很多听过 就是 爸爸妈妈和一个女儿 进去之后 是没有出来的 真不真的啊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 那个三个红色是不是他 是的 不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他三个都穿红色衣服 但是当时我和一个小朋友 我们十多岁 玩完都是中午的时间 那我们出来的时候 那个朋友不算太熟 就是类似鄰居 就知道她妈妈 她妈妈是带了她 去廟室 要处理一下 而我呢 当时就是 皮肤有点少敏感 但是我叫做好一点 因为可能 因为我的命 很重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我都会感觉到 我那些皮肤 那时候的状态 是 会差 之后可能 只有爸爸妈妈 有带过我去处理一下 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说 就是 就算可能 黑边有点感觉 我怎么样都没有见到的 可能命比较重 就会好一点 但是 都很尊重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记得 我走过上去 那个灯塔 灯塔 灯塔再上去 是不是就是房董 嗯 其实那些楼梯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是坟墓 你有没有留意 一格一格 是有名的 其实是用坟墓来做的 可能我没有留意到 没有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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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里是这样的 其实是 所以其实那里 真的是 音气比较重的地方 但是 他为什么会选择来做公园 就是 我觉得就是想 就是将这件事平衡 是的 还有其实现在也不能进去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有人是有搞破坏的 因为其实政府有锁 还要拿链锁完 但是有很多挑战者 真的拿斧头去 砍开它 然后进去挑战 但是其实我知道 这件事是 真的不是那么好 我那时候 政府还没有封 因为太小了 但是之后有些人进去 我有 我的朋友去的时候 是说 不是锁住吗 那条链已经松开了 就是之前还有一手进去 那他们就 反正都开了 他们又跟着进去 嗯 我对上一次去 就真的锁回 其实都是两年前 去年就是去年就是 其实它有几个洞 所以可能你看到 这个门锁了 但其实它在另一个门 是有开了 都不定 明白 因为当时的君子 就是 就是很多个洞 可以给你不同的方式 进去出去 恐怖在线 回去旧事 那里 2024年就真正踏入了火运了 风水师傅说 我们也说中文有很多火竹 火警 在1918年 在这个地方 马场都发生了一种大火 而令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变成了一个骨牌效应 全部棚全部塌了 一样成有六百多个尸体 就要吩咐他们 你们每天都要在门口放水 和放油 第二天早上 每天的水和油都不见了 噢 当时就直到那些招魂番 一直围着那个跑道 不停插到满西 很夸张 很夸张 而有一幅照片 就拍到参与法会的和尚 坐满了一个观众牌 原来这个就是当年所谓的大石鼓 是的 很多平民都坐在这里 VIP 即是琴上去看了 是的 李老去到这里的时候 他曾经在这个范围 其实在现场很多观众 都是同时看到的 是 纪念当年马场 几百人的一个大灾难 的一个纪念碑 好 不好意思 各位先人打扰了 今晚我们想做一些历史的见证 想问一些题目 你们现在其实是不是还很喜欢倒霸呢 是 好 看看现在澳门朋友有没有回应一下 你有没有去过啊 Sami 我不敢去那些地方 因为我本身体质太 可能有些阴 我比较容易招这些东西 我曾经被那些东西跟着回家 是吗 怎样的 我从我小时候讲起 为什么我不去这些地方 因为我小时候 我家做这一行 我很小时候可能半岁的时候 常常都晚上 凌晨一哭就哭几个小时 但又没有奶屎奶尿 对啊 又不肚子 那为什么小朋友要哭半个小时 即几个小时 我外公就说可能 三云七拍 很容易被那些污脏东西吓走 OK 他可能就会拿一些符水 帮你收拼的那些 是的 那喝完之后 可能会点在头上 不知哪里 因为我太小时候不记得 他就说几分钟好 可能之后 我都一直有自我保护机制 就一直没有去碰这些东西 但是我去旅行 不能超过十天 一超过十天就会出事 是吗 为什么一定是十天这么奇怪 总之有两次都出事 都是因为十天 第一次就是我去内地旅行 然后我去到第九第十天的时候 已经睡不着了 即是睡两三个小时就会醒 我记得第十天 早上起床的时候 大概七点多 因为那间房 有个镜子 对着床 对着床 那时候因为我有另一半 那我就以为可能是我另一半 但其实那个特征是完全不是的 但我觉得是因为我太害怕 所以那个大哥就催眠你 其实是你另一半 那那个男人的头发大概到这里 那条颗在这里 好像很久没有展 那样有少少黑的 皮肤大概身高都有米八左右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 那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太累 因为你知男生都喜欢穿麦衣通周围走 可能是幻影 安慰自己没事 那我去第二个地方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另一半的乡下 都没事 第一晚都没事 第二晚我准备去洗澡 那时候呢 他又站在那个厕所旁边 他都是背对的 一直我都没见过他 不是同一个吗 同一个 一模一样 即是他头发都在这里 我现在的鸡皮已经起了 我想说今天呢 早上做呢 我打算重演这个故事 我重演到一半 闹钟突然响 我觉得我个人可能比较零少少 或者怎样 然后后来 我都是见到他背影的 然后我那时候都是没事 因为我觉得我要麻痹自己 我没有害怕的 我想可能是我太累 因为你两三天都没睡得好 之后怎样呢 我说他跟着我回家 我回到澳门之后呢 因为我家是两层的 然后有个走廊 我在走廊 那时候其实见过他一次 他都是在侧面 好像站在行李箱旁边 然后后来 我那时候已经见到他的耳朵了 我那时候也是没有害怕的 就是我也是安慰自己 没有东西 应该是没有东西 我家里怎么会有东西 我家里有供奉的 是的 但是呢 我在走廊见到他那时候 他已经露了一个 这样的 侧面 这样的侧面 就是你可以见到他的耳朵 正常来说 你应该会见到他的鼻子 他没有鼻子 他的臉是没有东西的 即是平的 是的 那时候我就真的被吓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安慰自己 你没有可能说 一个人 我男朋友怎么会没有鼻子 还有我家里怎么会有我男朋友 那时候 但是我被吓到我没有叫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站在那里 然后我全身就湿了 我头发就湿了 因为太害怕 因为人是最害怕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出声 我就整个人这样湿了 就发烧了 我就发烧了 之后我家里就说 可能是那些云客走了 或者是跟着我回家 内地鬼跟着我回家 就带了我去庙里面 求了我扶回来 第二天就康复 就没有再见过这个人 但是为什么能进屋呢 你有没有问你 我不知道 我不敢问 因为我真的太小胆了 譬如说我看恐怖在线 我点进去那个链子 然后我一看到画面 我说不行不行 我不可以看 我很害怕 那就是不是扶费会员 好不然 我准备我的胆子 准备断电 好 因为平时阿卡都知道 我是那些有点声 我就会整个 那种人来的 他胆只有这么小 是的 我觉得我小小的 可能就是 吓得太多 就只有少少胆 还有我做这一行 都常常有这样的事 就是 可能我们做咨询 例如说看榴莲 年头榴莲 可能一天十几个榴莲要看 一个榴莲一个钟 你一天 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二个钟 有一次我看了十三个榴莲 哇 一人在十三个榴莲 其实精神状态会很疲劳 很疲劳 其实我不是想这些 那会不会很快 谢谢 一人在十三个榴莲 至少十三个客人 其实他真的很忙 比如我们艺术 我们要出去出旅行 他跟我同房也好 他说一会儿 你有一个钟可以静 然后我要咨询 然后他说OK 你搞吧 那我就自己摸电话 但他是 他对他的客户是很好 他很希望可以 真的帮他解决问题 我先回来 好 那之后 后来 那一晚 可能是做得太多 还有 你做这一行 正常来说 你是要捐钱 因为你赚的钱 是上天给你的 你正常要做交换 但我那一阵 很多客户 我没有去 真的添香油 或者捐钱做善事 忘记了 因为那一阵太多客户 然后那一阵 然后那一晚 我就发烧 发烧 然后又嗷又嗷 但是完全没有感冒 那时又没有流感之类 之类 然后就立刻去庭里面 拜 捐钱 好回 立刻好回 立刻没事 所以我的身体 可能会天生 比一般人 可能会阴陋一点 我觉得 这种很害怕青的状态 还有 胆很小的状态 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还有你做这一行 你是帮人解决他的问题 有些事情 可能他是不应该 是skip到的 但是你提醒了他 所以你是帮他吃了一些东西 戒入了人家的因果 这个叫做 没错 所以我自己本人 都一定要多做善事 就是众善因杰善果 这个是一定的 是的 还有那些人譬如说 帮人算命啊 或者大家可能 对玄学有兴趣 帮人算一下命 但最好都叫对方 可能就算给个礼仕 几元都好 一定要有交换 没错 如果不是的话 就好像 你偷看别人的运动 没有做交换 是不好的 那外公他们 如果有一个人的命 是比较差 可能看到他大限章智之类 不收钱 哦 这些情况就不收钱 好了 这件事就是第一件事 那你说另一件事 也是超过十天出事 是的 在我乡下 回乡下 我那时候是先去旅行 再回乡下 回乡下 正常来说 没有东西的嘛 哪里是乡下 我乡下是四川的 我是四川出生 我外公是四川那边的道士 然后回乡下 本来没有东西 但是那一天 到第十天左右 我个人开始睡不着了 之后就睡在那里 凌晨四点多 那时本来睡下 突然间 不知道是那些习俗 突然间放炮掌 被你叭啦 被你叭啦 那我外公就说 那时候应该是 又有一个魂魄客走了 那时候整个人 彈起身 一直在那里尖叫 我尖叫了差不多三到五分钟 一直尖叫很害怕 然后是这样哭 然后到第二天 我个人也是这样 好像傻仔 傻了一天 傻了一天就这样 然后外公又拿那些 不知道什么符 譬如说 没用 最后好像是那些庙里 去求那些 不知什么牌 还是佛牌 不知是道教还是佛教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那时候太害怕 就是这样 之后就求了一个圆形的牌 在身上 带了两三天 才慢慢定下来 但是我想说 那个人 第一天放炮后 第三天又放 我第三天又重新吓了 那么害怕 我不知道为何 凌晨四点半 我记得很清楚 突然就叫 是不是什么节日 我不知道 凌晨放炮 凌晨四点 但其实对于乡下来说 可能已经是早上 四点钟 不知道什么喜庆 所以连续客两次 我那一段时间 就算是状态恢复了 之后 因为求了佛牌 戴在身上 状态都很差 我差不多一个月 都不太能睡 然后那个月 我瘦了好像有四公斤 减肥良荒 找人四点多 嚇一吓你 然后后来 心情又很差 那时候是脱头发 就是去年的大概十月左右 是这样脱头发 你一说这件事是去年的吗 去年而已 很近的 其实这两件事 一个去年 一个前年的 去年还是前年的 不会不会 我也是近期 其实我是重新做回这一行之后 就是我做了这一行四年 是开始做这一行 才慢慢开始重新多回 因为我觉得我小小 可能太阴陋了 然后在家里保护我 但是当我重新做回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那些东西又会回来 刚刚我们经纪人说 不如你和他做朋友 你叫他帮你 我心想还做朋友 我吓死了 你还做朋友 我现在说起 我觉得今晚可能又会有些事情发生 但如果你不做这一行 就可能没事了 咦? 没有了? 又是看到最精彩最紧张的部分 就被人sharp cut了 对啊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你还欠一部 欠这一部 这个QR Code 就成为了我们的付费会员 当然啦 月费会员 就会看我们全集的节目 究竟嘉宾讲到下面的部分 会是怎样的呢? 等你慢慢发觉